洗礼是信徒在神、在人、在天使、在魔鬼面前所做的一个见证 宣告他们在水里面的时候 与主同死,落到水里面 然后上来的时候,同埋葬以致来复活 以前是在河边或者海边做浸礼 今时今日,我们因应环境的需要的时候 我们会在室内,会有浸礼,浸到水里面 也会有洒礼 这个洗礼的仪式是信徒在众人面前所做的见证 然而我们的生命的改变 却不是只是在受浸的时候才开始 实在来说,生命的改变是当我们来接受耶稣的一刻 我们已经开始来改变了 所以今天,在浸礼之前 我们先请姐妹上来来讲见证 究竟神在她生命里面怎么做奇妙的工作 我们请今天受浸的刘燕娜姐妹 感谢主,我有机会在这里讲我的见证 我的名字叫刘燕霞 我在2007年,正式踏入教会 以及认识主耶稣基督 是我的儿子,李洛辉带我去的 以及那一年,我儿子受浸 当时我是一个很敏感的脾气,比较暴躁 有自卑 固执的性格,无事都咬了餐 其实我自己都有我自己的信仰 所以我对基督教的兴趣不是很大 但是因着那些弟兄姊妹的商家 渐渐我对耶稣有更多的认识 他们很有爱心,带引我上主日学 经过多年的重复上主日学 以及查经班 从圣经里面的每一段,每一节 我读到耶稣如何去判恕别人 以及爱你的淋舍 虽然已经接受了耶稣做主,救主 但是运运恶恶,这又过了十几年 也不觉得需要受证 我记得有一位当年的好朋友 他打电话给我,他说他很累 我知道他已经病得很重了 所以我打算回到香港探他 在医院里面,我看到他的时候 他紧紧地抓住我的手 虽然他的头上已经戴了一个铁架 去保护他自己 那个样子就怪怪的 但是他面上就充满了笑容 一点病态都找不到 并且告诉我,他信了耶稣 牧师为他耍水 更加说他上过天堂 很开心 当时我兀了言 我问你怎样可以上过天堂的 他形容给我听 他说他是一步一步走上去 真是奇妙的,很难以置信 但是我在他面上真的看不到任何的病态 但是他经过很多花疗 和做手术 但是那天他看到我 他很心急 很紧张地告诉我 他信了耶稣 所以我觉得是很惊讶的事 所以我觉得是很惊讶的事 从前对我原本的信仰 我就产生了疑问 原来只有耶稣基督 才可以让我们有永生的探望 和喜乐的人生 再加上疫情结束了 恢复了实体的崇拜 领圣餐的形式已经改变了 以前是坐在那里 递来递去的圣餐 对我来说 一些感受都不是很大 但是现在的形式改变了 要自行离开座位去领圣餐 感受就大大不同了 顿时我觉得我自己很孤单 好像被人离弃了 我心想 我既然都信了主 为什么我不去受浸呢 受了浸之后 我就可以和我的弟兄姊妹 一起出去领圣餐 过往我人格的故隙 对事物的敏感态度都改变了 姊妹她们也感受到我温柔 信得人的性格 在教会中大家都相处愉快 使我的人生打开了新的一页 感谢主 最后我又记得一个朋友 他有一句经文送给我的 我都很想送给大家 就是《哥林多后书》 五章十七节 若有人在基督里 他就是新造的人 旧事以过都变成新的廉 我已经是一个新造的人 远章一切荣耀归于我神 感谢主 拍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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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心的事 来的 拍摄 今天其实是有 这一期应该说 我们会有两位的受证 稍后才会告诉你 另外一位的安排是如何的 留言下 你是否来到相信天地的创造者 独一的真神 是 你是否来到相信主耶稣 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赎罪而死 是 并且死后第三日复活为万有的主 是 您是不是愿意从今以后断绝和魔鬼任何的关系 不在拜偶像 专心跟随主耶稣 愿意 您是不是愿意从今以后和教会众信徒一起过圣结合一的生活 敬拜和侍奉主 愿意 愿意 因为你在祖人面前所做的见证 我现在奉圣父 圣子 圣灵的名为你施生 大家可以一起唱 下一页 好 刚才说的 其实我们这一期是有两位的 另外一位就是吴礼瑶帝卿 他因为很年长 超过九十岁 一会儿张牧师也会介绍多一点点 因为身体的缘故的时候 我们就不在现场里面和他来施洗 之前是张牧师在他家里的时候 和他来做了这个洒礼 我们也有一段片给大家重温当时的情况 相信耶稣基督是吗 是 相信耶稣基督是神 是吗 是 我们的神爱我们 今天你接受了耶稣基督成为你的救主 和生命的主 是不是 是 好 既然 吴先生 吴弟兄 是 吴弟兄 你愿意在神的面前 和众弟兄姐妹的面前 你再承认耶稣基督是你的主 是你生命的主 是 我现在奉 聖父 聖子 聖明的名 帮你施洗 是 吴弟兄 你就是神的儿女 谢谢 谢谢 因为你是神的儿女 你一生都要跟从他 好吗 好 他会赐福给你和你家人 是 我们可以来和耶稣 来祷告 将我们的开心的事 或者我们不开心的事 来和耶稣祷告 好吗 好 祷告就是 你站在这里 站在这里 站在这里 大家早晨 首先恭喜阿Jay 我来到2017年 我来一年和我已经开始认识你了 最终等到今天 很开心 很开心 我来的时候 其实你已经信了耶稣 不过今天是 借着洗礼见证 见证你在主的里面 属于上帝 我们也很开心 吴礼姚弟兄 我六月三十日 我和陈太和Lisa 两个姐妹去她家 因为她九十岁的时候 我们就带了她去信耶稣 然后鼓励她受洗 她也即时很愿意 刚才看到她在那个视频 她也是承认耶稣基督是她的主 也承认耶稣基督是三位一体真神的神 所以那天我和陈太和Lisa 我们都非常欢喜快乐 原本今天都想邀请她来这里领证书 但是因为今天天气可能有冬 有天雨露滑 可能也不方便 所以没有来 但是我们也看到有人信了耶稣 然后能够在众人的面前见证 这是一个很欢喜快乐的日子 那今天 其实上个星期 我今天很开心看到李牧师 上个星期 我要预备今天浸礼的讯息的时候 我就去问阿姐 阿姐 我想用这一节的经文 来在你的浸礼里面 来给大家互相勉励好不好 阿姐说 哈? 我在我的见证里面 我都会用这一节的经文 看到上帝自己也是很奇妙的安排 我们是没约的 然后上个星期去印证 所以今天我们也上来看 这个新造的人 是《哥林特侯书》第五章十七节 那里讲到 若有人在基督律 他就是新造的人 旧事以过都变成新的了 所以我们听到阿姐的见证 其实他说的话 我听的时候 好像都是我自己以前 又故障 你说的 我也是 又故障 又没有信心 又有环境 很多东西 只是看自己 所以 信了耶稣之后 我发觉我自己真的有很多的改变 听到你自己的分享 又想起自己 原来我们的神 真的是一个全能的真实 很多时候 我们看到很多人 求神拜佛 要得这样得那样 其实真的 就算你得到这样得到那样 你的生命 就是一个不幸福 不快乐 不满足的生命 若有人赚得全世界 赔上生命 有什么益处呢 所以今天 我们来看这一节的经文的时候 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第五章 他说到 若有人在基督内 他就是新造的人 旧事已过 都变成新得了 所以我看到这一节经文的时候 我就是从 从成章的哥林多后书的经文 来看 一个新造的人 什么是新造的人呢 什么是旧事呢 首先我看到的时候 原来从整章的经文来看 保罗说 你信了耶稣 就是我们信了耶稣 我们就是一个新造的人 有一个新的创造 有一个新的身份 这里哥林多词书第五章第一节讲到 我们原知道 我们在这地上的帐篷 约策为了 必得神所做的 不是人手所做 在天上永存的房屋 帐篷和房屋 大家有没有去过Camping 有是不是 我都两年前 和一帮香港的年轻人 很辛苦 不要忍耐 我说几岁以上 你千万不要去 那和年轻人 他们说去Camping 哦 那就带了个儿子 其实我也是为了个儿子 希望他都没试过跟我去Camping 带了他 一起去Camping 不是很久的 两天两夜 那些帝英姊妹都很好 为了我预备了一张帆布床 给我的了 我不是躺在地上 最初那帆布床很窄 很辛苦 躺在地上 躺在地上 原来地上有一些小石 有一些大石 硬着背部 很辛苦 躺在帆布床 躺在地上 躺在地上 幸好是两天 两天之后 大家都会收营 习惯了 对不对 回到家就很高兴了 家里呢 就是自己的床 自己的东西 都属于自己 回到家就很高兴了 这里 保罗在这里说到 我们若有人在基督里 就是我们相信耶稣的人 我们是一个新造的人 我们有一个新的创造 新的生命 原来我们不要自认 我们只有我们这个肉体的生命 我们看到《哥林特号书》 《波罗》在这里讲到 我们这个肉体的生命 是好像脏膀 是短暂的 好像吴礼瑶弟兄 他都很得神的祝福 今年九十一岁 是不是 都很开心 很长命 但是我们看圣经 马兔撒拉 最长命的那个 九百多岁 人肉体的生命 原来比起神为我们信了耶稣 人预备的那个永恒生命 这个生命是短暂的 不单是短暂 《哥林多号书》说到 我们这个生命是坦逝的 坦逝的 其实我们都会保持得很好 我们都尽量保持健康 我们为了我们这个生命 有病去看医生 吃东西要小心注意 是不是 但很多时候 生老病死 就是我们的生命 会老的 会衰残的 会有病的 所以我们会叹息 因为会牢牢 所以 波罗在这里讲到 我信耶稣的时候 我们这个肉体的生命 神会创造 有一天 我们会去到 神给我们那个 在天上的 永恒的生命 是一个房屋 不是一个像帕 又在这个身体里面 保罗在这里形容 我们地上这个是人手所做的 天上那个是神做的 我想一下真的是 我们今天 我们每个人都为我们这个肉体 这个生命 是吧 小时候就努力读书 你们努力读书 就是希望什么 将来能够成家立室 我们的父母跟我们说 我书中自有黄金屋 书中自有颜如玉 我读了这么多年书 我都没有发过这些东西 那么对到我们大了 就为了我们这个身体 努力工作 为求什么 有牙尖头 有房子 对吗 然后好好顾色 好好保养 吃的 要吃得好 睡就睡得舒服 所以我们努力的 为我们这个肉体的生命 来努力 但是鲁雅也说到 我们为了这个生命 其实我们的身体 很多时候我们都会叹息 即是很无奈 但是神做的生命 就不同了 那个生命就永不磨损形 我都跟大家分享过了 我们这套计 就会慢慢要老了 会退化了 甚至有些零件要换了 但是神给我们的那个 神所做给我们的永恒生命 圣经告诉我们是永恒的 不是账牌 是房屋 里面是没有死亡 没有痛苦 没有罪恶的一个永恒生命 所以Jay 我很开心 你其实很多年前 已经拥有这个生命了 今天我们能够 跟众弟兄姊妹 在弟兄姊妹面前 就告诉神听 又告诉我们听 我们欢迎你快乐 因为我们有一个永恒的生命 既然我们已经是一个新造的人 有这个新创造 今天我们的地上 我们要为了将来的永恒生命 来做好它的准备 所以保罗在《哥林特后书》 说了三件事 第一件事是有新的志向 第二件事是有新的生活 第三件事是有新的积分 新的志向 第五章第九章 所以无论是住在身海 离开身外 我们的立了志向 要得主的喜悦 就是我们是一个新造的人 所以我们要有一个新的目标 人生有一个新的目标 今天无论我们什么年纪都好 我们相信耶稣 我们人生有一个新的目标 要讨主喜悦 我自己也很挑逼人 相信耶稣之前 我只是一个志向 我立了志向 有得吃有得玩就可以了 我的要求不是很高 想着耶稣之后 就不是了 想着耶稣之后 我就立了志向 上帝要我去哪里我就去哪里 上帝要我做什么都要做什么 很感恩 上个礼拜日我在国语堂港道 我看到一对年轻的夫妇 他有个儿子三个月大 我看到他一家人的时候 我就想起我自己 但我很羡慕他 我出来侍奉的时候 我都四十多岁了 他 一对年轻的夫妇 那么年轻的时候 他就已经定了志向 他为了主耶稣 将他们一家人 将他们的生命献上 来到一个 一个敌对基督教的国家里面 来到他服侍 我觉得真的很难得 很难得 保罗在《哥罗德后书》第五章第十节讲到 我们众人有一日 都要来到主的审判台前 我们的善 我们的恶 都要被主来到审判 所以弟兄姐妹 在这里保罗提醒我们 我们要相信耶稣 我们是一个新造的人 我们有一个神为我们预备永恒的生命 今天我们在地上仍然生活的时候 无论我们是生 我们是死 我的生命 都照常地将基督 来到显大 所以保罗在这里讲到 我们信耶稣的人 我们有一个新的志向 第三方面 有新的生活 在第五章十五节 并且他替众人死 是叫那些活着的人 不再为自己死 那为替他们死而复活的主 来到他活 这里讲又死又生又死 这里讲到 耶稣替众人死 耶稣替世界上所有人死 今天是二十四号 是不是 明天是多少号 二十五号是什么 不是放假天 二十五号是圣诞节 圣诞节 圣诞节 基礼耶稣的诞生 耶稣的诞生 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 是为我们众人来到去死 叫我们众人 因为他的死的缘故 我们就不用活在死的权势里面 所以今天我们信了耶稣的人 J 我们再不在死的权势里面 一句死的权势里面 有没有反应的 就像你们那样 没有反应的 有没有反应的 死的人是没有反应的 意思是说 耶稣为我们死 我们本来为我们自己而活的 本来我们的志向是为自己的 但我们发觉当我们为自己而活 为我们自己的时候 其实我们活得一太糊涂的 我们以为我们很开心 是可能我们真的很开心 但我们身边的人很不开心 因为我们为我们自己而活 什么都是我 什么都是我自己的时候 就好像最近所说 我说我很小气 我没有自信 我很固执 当我们是这样的时候 为我们自己而活的时候 我们会发觉 你可能真的很开心 但是我们身边的人 就往往成为受害者 我自己以前真的是这样的 我未信主的人 我未信主之前 我真的是 一个很骄傲 一个很沉 一个很暴躁的人 我绝对不会 我不可以说绝对不会 我不是很喜欢和人聊天 我看不起人 自以为是 这个是为我自己而活的人 的一个表现 信了耶稣之后 当我们为耶稣而活的时候 我们会发觉 整个人是不同的 很可能我们为耶稣而活 在这个过程里面 我们会很不舒服 因为我们习惯了我自己 习惯了我自己的生活 习惯了我喜欢怎么样 我们会使得 我们很多身边的人 受到伤害 但当我们为耶稣而活的时候 我们会放下我们自己 甚至放下我们的脾气 放下我们的固执 我们会发觉 在我们身边的人 开心了 快乐了 平安了 是不是 又没有反应 保罗在这里说 他不再按肉体来看基督 他没有信耶稣之前 他是 用石头扔死使提反 他没有的 不过他执着衣服 在拍手扔死使提反 想到使提反死了之后 他就自己去申请一些通缉令 去捉拿基督徒 要拉他们去坐牢 要打死他们 他认为耶稣基督 是反叛 是叛犹太教的 是不值得信的 是不是 但当他信了耶稣之后 他整个人的生命 来改变 他不是再为自己 以前他所相信的信仰 犹太教 来到他生活 他就为了耶稣基督 来到他活 他成为主自己的一个使徒 一个传福音的使者 为耶稣来到去建立 很多的教会 我很多年前 我在这里 学到一件事 大家都会学过 听过 WWJD 知不知道叫什么 WWJD 是不是 我没有读错 错了 What would Jesus do 就是说 那时候 刚才信耶稣不知道什么 WWJD 现在 和乘牧师 又上过一些属灵的课程 学习了怎么样 来到是 Prayer of Examine 就是 来到每一天 来到透过祷告 来到检视自己 来到学习 啊 早上起床 那陈牧师好一些 他一日三省不生 不及身体 来到检视自己 我就一日一省不生 那早上起床 就祷告 先感恩 将自己 感谢主耶稣与我同在 将自己将今天交托给主耶稣 今天经历过主耶稣 有很多个决定 如果主耶稣在我身边 我怎么做这个决定 所以晚上就回来 再做一个检视的祷告 在这一天的里面 由哪一件事情 真的能够祷主喜悦 能够做 真的按着主自己的心意 来去做 感恩 有哪一件事情 做不到的 来到在主的面前 就祷告 求主以后继续帮助 透过这些操练 真的来帮助自己 好好地 在生活里面 为主而活 所以J 今天你在仲人面前 你已经相信了很久了 无论我们今天什么年纪 第一 我们想耶稣 我们是新做的人 我们有一个永恒的新的生命 是神给我们的 第二 因为我们有这个生命的时候 我们要为将来这个永恒的生命 好好地预备 我们人生要有新的志向 从前 我们想什么都为我们自己 所以耶稣不能够的了 除了我们这个身体之外 我们就将来永恒的家 所以我们要有新的志向 因为有这个新的志向的时候 在我们生活里面 有一个新的生活 那我为你感恩 因为你说你想耶稣之后 你疲改了 那你的确是的 没那么固執 温柔很多了 我们看到你的小组的祖縣都在这里 都为你开心 不单止这样 在哥林多口书讲到 一切都是出于神 他借着基督使我们与神和好 与他和好 又将劝人与他和好的职份赐给我们 我们每个人有一个新的职份 之前你可能是家庭子父 打你家 上夫教子 这个是你本来的职份 但是呢 所以耶稣之后呢 原来保罗告诉我们听 本来我们以前不认识神的 对吗 但是在这个过程里面 你看到你的朋友在医院里面 看到他想耶稣 仍然如此有喜乐 然后看到教会里面 你的小组的祖縣 这么有爱心来帮你 然后看到自己的儿子 又信耶稣 又洗礼 在种种的环境里面 一步一步的 带你信了耶稣 让了恩着你信了耶稣 让了恩着你信了耶稣 我们能够与神和好 所以呢 我们每一个信耶稣的人 神给我们一个职份 你的职份 就是基督的使者 知不知道使者是做什么工作 做一个使者 通常我们每个国家都有一个大使 大使去到另一个国家 来到是为了国家 自己的国家发言 所以这个大使去到哪个国家 他发言 未必一定他自己的想法 或者一定他自己的思想 他的理论 他是代表他的国家 来到将国家的主意 意思来到对方来说 这个才是大使 不是说你自己喜欢说的东西 所以我们想耶稣 原来保罗华 我们有一个新的职份 我们是基督的使者 我们的工作是要将这个与人和好的讯息 来跟人分享 跟阿昌哥 回去跟他分享 分享你信耶稣 信耶稣 跟你怎么样在你生命里的改变 所以 你不一定是宣教士 你不一定需要做牧师 我们每个人在我们的崗位的里面 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做这个基督的使者 在你的公司的里面 在你的学校的里面 在你家里的里面 我们都可以是一个基督的使者 把这个与神和好的讯息 来跟我们家人 跟我们的朋友 来分享 最后 不是最后的 我们很感恩 靠着我们自己 是做不到的 因为圣经都说 我们这个新做的人 是神所做的 就是我们以前试过 我们想做好些 做不到的 我以前是一个烂赌鬼 靠着他戒赌 戒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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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借了信耶稣之后 耶稣来帮助我 所以在这里 怎么样 真的能够有新的志向 新的生活 还有新的职份 愿圣神给我们的使命 保罗在这里教导 我们要在基督的里面 信耶稣 就是我们跟耶稣的生命的连结 连结 就是在这个生命的开始 要让这个生命 来到它改变 来到它成长 我们要在基督的里面 所以耶稣在药福音的里面 审章跟耶稣说 常在我里面的 我也常在祂的里面 我是葡萄书 你们是知子 常在我里面的 我也常在祂里面 这人就是什么 多结 果子 我们怎样才是常在主的里面呢 我将你的话语 藏在我心里 免得我得罪你 免得我远离你 又没有夹的 哥林多 不是 又汉福音 耶稣在 又汉福音的神章 祂说到 我父是栽培 栽培的原主 他用 他的道 来将我们的知子 收剪 我们在基督的里面 我们不只是跟祂 信了连结 而是真的有一个亲密的连结 在一个关系的连结里面 透过祂的话语 透过祈祷 我们来成长 我们知道祂的心意 我们知道如何为祂来而活 第二 在哥林多后书第五章第五章 这是神自己的培植 神自己的培植 我们来看神的话语的时候 我们发觉 很有趣的 真的 自动播 神自己的话语来到我们生命的时候 有祂的话语 有圣灵的帮助 我们就自然的生命来到去成长 当然了 我们要愿意来到去遵行 愿意来到去顺服 第三方面 祂说基督的爱来到激励我们 我们看保罗 一个这么敌对基督的人 他信了耶稣之后 整个人180度的反转 用基督的爱来激励他 所以连命都不要 就来到去传福音 我们做父母就知道了 我们以前可能父母教导我们 就不是用爱 是用什么 个个都拿起手 不要紧 我们都是同道中人 我昨天探望Daniel 他说用梵布藏的那只军 他说爸爸你咬他 一脚撑到他成个飞气 有没有用 原来我们发觉 越打越反叛 所以我都是领过很多这些招数 我立志 定了一个新的志向 不用这些招 我用爱 用爱 来到去教导自己的子女 你发觉是可以的 他都会跳脾 他有时候会极客气 但是总比你打他好很多 原来爱心能够推动人来改变 所以我们看到 其实我们看到很多新闻里面 看到很多的见证 有些父母为了自己的子女 以前我看新闻里面 看到一个犯罪利太 大家都很熟悉的了 他将自己的肾给这个女 用他的爱 来到激动 我们每一个 信耶稣的人 我们都经历到耶稣基督的爱 他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 为我们这些得罪他的人 受死 所以因着他的爱 来到激动我们 以至我们能够立志的 来到为他而活 以至我们能够为他 来到去生活 以至我们能够承担 完成他给我们的积分 最后 我不会唱的 我不是Parser Evan 有首诗歌 《为耶稣而活》 他的副歌的歌词是说 基督耶稣我救主 我欠身心给你 因你在十字架上 甘愿为我写己 你是我唯一主在 我心做你宝座 从此我要为主而活 主啊 转一为你 作曲那个是卡尔·罗顿 他一个音乐家 他教音乐 他二十几年了 他写了很多曲 有一天他写了这首 《为耶稣而活》的曲 他就想 我想这首曲 作为全福一用 所以在他讨告的里面 他就想起这个 《Thomas Chisholm》 《Thomas Chisholm》 很难读 都是美国人 然后找到这个Thomas 希望他来到田市 这个Thomas 其实他出生在美国 他一生都不是那么有钱的 他小时候 16岁就已经开始来教书 在自己以前读的小学教书 没多久就在编辑社里面 做副编辑 然后三十几岁的时候 就做牧师 做牧师的时候 做了一年 一年多 身体不舒服 那就没做了 没做之后 就去了休息休养 后来就在一个保险公司 里面做一个推销员 我们看他也是一个很平凡的人 是不是 教师 副编辑 牧师 做宴梳 在一个平凡的人里面 他自己吐槽 无论今天我做什么 我做牧师也好 我买宴梳也好 我都是要为耶稣而活 因为耶稣 为我在十字架上 来到写记 明天就是圣诞节 明天是圣诞节 明天在圣诞节里面 我们来到慶祝 耶稣为我们的诞生 我们从来没有想过 原来这个为我们诞生 在马祖的耶稣 他来到这个地上 只有一个目的 就是为你 为我 而死 因着他一个人 为我们众人 而死 我们众人 就脱离 这个死 的掌权 因为他 二千多年前 给我们的爱 我们今天 是成为新造的人 你 你 你 就是 我们都是一个新造的人 我们不是单单 这一生 百几年 当我们 一百几十岁 神 已经在天上 为我们预备一个属灵的家 一个永恒的生命 到我们回到天上 去到神的家里面的时候 你预备好了吗 这个圣诞节 你没有预备将自己 献过给上帝 为他而活 明天开始 我们的生命 会有一个新的指向 为他而活 为他给我们的即时 即分 无论在我们家 在我们工作的地方 在我们亲友的里面 不单止将这个圣诞 带好的信息 跟他说 Merry Christmas 让他们都看得到 在马祖里面的耶稣 是一个爱他 为他钉十字架的上帝 我们一起来祈祷 我们真的很矛盾 我们一方面欢喜快乐 为了两千多年前 你为我们的生命 来降在这个世界上 你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 你为我们舍身 以至我们信念的人 我们得到这个荣生 得到这个荣幸的盼望 主要带你帮助我们 叫我们今天 不要再为自己而活 我们的老我 已经钉死在十字架上 叫我们今天 每个人信你的人 我们清楚知道 耶稣你是为我们降生 你为我们而死 以至我们今天的生命 不再被死来掌权 我们又有复活的生命 我们有个永恒的生命 让我们今天 我们在地上所活的 每一天 无论我们是身外 或者我们是身内 让我们的立定志向 祷主你自己的喜悦 让我们有一天 去到你的审判台前 主要你称赞我们 是有忠心 有良善的仆人 主要我们 来到这个圣诞节 我们感谢 你为我们的降生 求主帮助我们 帮助我们 来到我们自己的生命 来献上 为主你所用 听我们的祷告 我们的祷告 是奉主耶 苏基督得胜的名之而寄靠 阿们 今天 欢喜快乐的日子 我们一起庆祝 有两位鼎姊妹的授针 和四位的传会 以下我都会来到 欢迎他们 我们一起来到 以上で終わります